大概叫袁南 袁南呢 这一切电话 咋的啊 那看看 那个袁南呢 有这么个事 我有一个这个大哥呀 他这个大哥有个公子啊 这个大哥是谁呢 是这个渔树的啊 一个这个啊 当地的一个这个这个富士啊 他有个儿子啊 叫大伟大伟的 呃 在咱们哈尔滨呢 有点事难办 这不吗 找到我了 我现在我问问你啊 这个事能不能帮个忙 呃 什么事你说我听听 是这么回事啊 因为看大伟那时候 年年给袁南拿过几十万 管理费呢 看场子啊 有事能不帮啊 说啥事你说 说好像是因为赌博吧 咱们黑龙江的 这个哈尔滨欠银三百万 一直也没给 这不吗 呃 这个来了 要钱好像还难为他来 找留忙了 我心这个 你帮我忙 三百万呢 老弟 你这样 事啊 只要你帮了 钱那方面你不差 啊 我不差 你说吧 多钱 那个这个能办那个事啊 我直接就把这钱出来 无力不击早 康大年 帮帮那个 徐大伟拿这个钱 那不为了留学他吧 这袁南一听 你这么来 既然你这么老的话 那三百万那事 那你就拿五十万吧 五十万 行 五十万就五十万 只要是这个事能办 我钱不是问题 我一会儿啊 让这小子给你打电话 你看行不行 那行 你让那徐大伟给我打电话吧 啊 电话八成这么一溜 那老铁啊 很快 徐大伟对面是接着电话 说你记个号啊 大伟啊 你就给这个号打电话 对啊 姓焦 对叫袁南 你给他打电话就行了 我跟他说完了啊 他肯定能给你办明白 行行行 康哥 那谢谢你了 哎呀 客气啥呀啊 那个你记得把你打电话吧 电话八成这句料 徐大伟就打给焦岩南 那焦岩南呢 就记了啊 接徐大伟的电话 说喂 啊 啊 我是徐大伟啊 我我是焦岩南 哪位啊 那个你好啊 哥们儿 我是这个虞树来的 我是徐大伟啊 我是这个啊 康大年年哥的这个朋友 我知道你知道你啊 你这么呢 你现在在哪呢 我现在在虞树呢 你上哈尔滨来 你到哈尔滨到南港区 活着啊 然后你接你到 到这个阿道楼下给我打电话 我让楼下接你啊 哎呀 那谢谢谢谢啊 那这么地 那我到呢 再跟你见面啊 行行行 你来吧 于是咱们长话转了 徐大伟当时带着手下 还是这些兄弟啊 就往这个哈尔滨赶 很快就赶到了火车站 南港区这个附近的招待所 等徐大伟到的时候 老且 因为这一天是上午打电话 等到这个哈尔滨的时候 就是中午了 几点呢 中午四一点多钟左右 那原南这一天 给招待所 因为知道帮老康办事 还有谁呢 屋里还有谁呢 小双那时候就就已经在市局 帮这个使光开车 基本就不咋在家了啊 有张军 有唐立强 有傻滑的啊 有哑巴 哎 当时还有谁呢 还有这个 哎 服务馆跟汉强这几个人 那边说海涛他们那帮人呢 那帮人经常跟四哥在一起 不咋跟他们天天在一起 这两个团伙交叉交叉作案 都要聚在一起 一被抓 他们一下不就被团灭了 在楼上老铁啊 这是原南准备说 说放桌几点 十一点都快吃饭 说放桌 让傻滑的 他们是早上放桌 就这时候 徐大伟就到了 徐大伟到了啊 瞅瞅 说他妈是这个招待所的 打个电话给叫原来 原来也瞅 哎 哥们儿啊 这个到了这个大胖招待所 是这个案子吧 啊 是是是是 你这么点 正好赶上要吃饭了 你上楼吧 正好一起吃点饭 上楼吧 赶二楼 二楼 上楼 右边第一个屋就看见了 上来吧 啊 我也不下去了 先先行啊 徐大伟把电话一亮 说走上去看看去 徐大伟领着和红军 在里军 包括郭大庆啊 这个 徐和玉他们就上楼了 等上楼往那二楼 这么一上 徐大伟就合计 你说 赶紧干半个磨是咋的 啊 讲话 这个招待所都不如啊 余树那个 他把我放局的那个宾馆 啊 条件一般的 走廊黑了不懂 上二楼 上二楼这时候吧 哎 平常难熟了啊 徐大伟到哪个啊 他还基本敲敲门 徐大伟这一天没敲门 直接往里走 你瞅一下 这是右边第一个屋 往屋里这么一进 呼吓 咋的呢 徐大伟就感觉什么玩 我脸上是错 啊 包括核红菌也一短 咋的 出去他们往五六个舱 啊 翁一下 这一飞 再瞅瞅这屋 啊 哎呀我去 桌子放上来 傻滑子跟哑巴干的 啊 正放桌子呢 里面有个熟食 他们愿意吃熟食喝点酒嘛 花生米一个盘子 熟食一个盘子啊 猪爪什么小笨筋的 小烧筋的 旁边还整点蘸酱菜啊 那个东北诺院吃蘸酱菜啊 炸了一碗酱 等就去黑 旁边还有点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炒菜是 是昨天剩的 可能是早上剩的 远南给那家坐着啊 他放桌子 哎呀 来了来了哥们啊 徐大伟瞅瞅 啊 来了 再瞅瞅 我这屋里面 唐立强赶他躺行李卷 唐立强就懒了喝的 起不招的都不起 睡觉啊 一听来人的唐立强又压着 瞅一眼 谁啊 不是 脚丫去黑 往来一位 张军 瞅瞅 那个 远南那谁啊 远南瞅瞅 啊 那个哥们你是老康的弟弟 是吧 徐大伟瞅 啊 啊 来几个人啊 徐大伟 来起不个娘 你这么点 来进屋进屋进屋 吃没吃饭 来一起吃点 来 那谁啊 哑巴整个大桌面 去去去去 哑巴 啊爸 去整大桌面 啊爸 坐去坐 大伟哥瞅瞅 撒滑了 这批饿就吃猪爪 往他一拿 啊 啊 咔哑巴 来就开啃了 啊 这边讲话呢 拿拿的黄瓜 哄哄 我见晚上一吵 咔哑的 那讲话 你他妈等一会儿 没个死相啊 那个 傻瓜 一会儿下楼去 再买点吃的 啊 这来人的啊 抬香啤酒去 抬两香啤酒去 啊 跟哑巴抬啤酒去 啊 就就 徐大伟讲话呢 别别别 不不不 不吃了啊 徐大伟心都凉了 一瞅屋里面 这他妈哪是什么社会人啊 是社会 他也是三流社会 而且这屋里一瞅就大车店呢 福果跟汉强也起来了 都穿的 都是喝的 原来兄弟不注重蝙蝠啊 一个一个的 原来穿的都一般啊 回不走 徐大伟讲话 他妈这康哥 他妈玩我呢 我找的一个 这也不靠谱啊 你瞅这屋里面这些人 好像他们大车店 啊 一般人吃不进去啊 说的就是 这徐大伟都农村长大的 咱说的 也见过啊 说实话 啊 但徐大伟瞅瞅 说你别忙活了 哥们 那个 啊 坐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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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那个 谁欠你钱了 你说吧 咋个事啊 哈尔滨谁啊 有的电话没 原来讲话 一会吃饭饭 咱去 那个 傻瓜子也是估了个大桌面子 跟哑巴给他放桌子啊 这时候原来讲话 都起来 都起来 吃点饭 一会办事 张军往前一起 哎 讲话呢 别说扣脚丫子差不多吧 脚丫血黑 谁啊 又拿 啊 这是谁 康大年的 弟弟啊 那个 一会帮他办点事 那个吃点不 哥们 真不吃啊 徐大伟讲话呢 那个 哥们 那个 这事 就 老早吧 不办了 不 不办了 原来讲话 这 这不办了呢 徐大伟 新讲话 如果他们要能要出来 差他妈 没天理了啊 我他妈去这么多人 老铁又拿家 又拿啥的 我这这讲话 改叙述 都数一数二 大哥级的 你瞅这帮人 好像真就哪个 跑跑跑车榜子 那帮 那帮小偷子 啥的 他瞅的没错 里面确实有小偷子 瞅着这帮人啊 讲话呢 这个哥们 不办了 徐大伟第一次 见袁南的讲话呢 就是一点没瞧得起 不办了 啊 那个 那个 我就回去了啊 袁南讲话 别不办呢 不是 啥意思 为啥不办呢 不是 那个 我 我在想想别走啊 咋的 啥意思 你要不办的话 那我得给 大娘打电话啊 我得告诉他一声啊 那 那也行 那你跟那个娘 他说一声 既然南把电话 叭叭叭叭 就不给柯大娘了 柯大娘在深圳的啊 那这深圳游游买 哎 啊 娘哥 啊 我原南 啊 那个原南呢 咋的了 那个 你找的这个人 说是你弟弟叫 于树 这个大伟 这个他不办了 他说啊 在我这个啊 那人 他说不办了啊 那你咋整个 不办的话 那钱你得给我啊 那我这都准备要办去了 这都准备了 不是 徐大伟还合 怎么办 找他办事 谁 康大娘给拿钱了 啊 康大娘一瞅 不是 啊 他人在那儿的啊 你知道不懂 你把电话给他 我跟他说啊 啊 康大娘了解 原南呢 他知道问题出在那儿的 这不嘛 原南把电话 一递递给徐大伟 徐大伟就接了 哎 咋不找李强呢 他认识李强吗 哥们 啊 康大娘这个时候 他认识李强是谁啊 电话就打给谁了 就打给徐大伟 徐大伟就接了 啊 那边看到哪人说了 哎 大伟啊 啊 娘哥 哎 那个 你 你在焦严南 那个 他那个招待所呢 啊 是是是 我咋不办了呢 哎 那个 不不不不 不办了 我在 不是 啊 你是不是看那个 焦严南 那个团伙 这般人一个一个 穿的都 水当浇库的 啊 乌乌荡荡荡的 你晓得 不咋靠谱啊 是不是 他那不跟那个 大车榜子 大车店里的 我去过一次 他还不能说啥 当焦严南面 对 就就就 就弄回事 哎呀 你可小看人了 我跟你说 他那地方去过 哎呀 你不知道 这个 那个 阿娃阿娃 哑巴啥 是不是 啊 这个 那个 他那个地方 我这么跟你说啊 你别看他们 这帮人是这样的 但这帮人 我跟你说可办事 你是不了解他们 啊 这帮人干账可狠了 那原来帮我办过事 上黑龙江加木 加木斯都 那我这么跟你说啊 如果哈尔滨 他们办不了 那别人就办不了了 明白没 你别惨他们穿那次 别以貌取人的弟弟啊 你穿西装哥里的 人他未必能把这事 给你办明白 你信不信我说这话 徐大伟突然想起 一个人 李强 啊 徐大伟讲话 他妈妈余叔那李强 他妈就这笔粗 也背不住 有能耐啊 小黄胶鞋 小鸡胎裤子 气氛裤的 啊 那 那 那我办办 你办办吧 给他 你去放心吧 电话给他 我跟他说 你要他办吧 这肯定能办啊 啥事没有 你啥也甭管了啊 电话把徐大伟递过去了 云南又挤过去了 哎 你要说 啥意思啊 办不办呢 啊 办 你给他办吧 啊 然后钱不差你的 那个云南啊 办就完了啊 你就不用管了 啊 行我知道了 云南也明白咋个事 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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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敲着徐大伟 办了 啊 那个 试试 你这是没瞧得起我呀 啊 是不 徐大伟讲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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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军 给他 瞅瞅徐大伟 哥们 咋的啊 看我们一个一个 穿的灯 喝的咋的啊 啊 瞧不起我们呢 不是云南 我就基本跟你说过 穿好点 平常 基本 你看啊 给兄弟们买点衣服 别把这不挣钱 你说说 你瞧不起了吧 小地方来着 都瞧不起来 大地方 你这多几个大人 不设计这事 不设计这事 啊 绝对不设计这事啊 没别的意思 就是不太熟悉 就是 原来讲话了 没有瞧不起我意思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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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在家吃点吧 啊 傻瓜 咔嚓 猪爪子一掰 哑巴 大黑手指头 阿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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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他讲话喝点 哎 眼瞅徐大伟就看他傻瓜子 刚扣完脚丫子 给他掰猪爪子 手指盖 去他们黑 徐大伟讲话 那个 饭就不吃了 我们来的时候吃多了 啊 就没少吃 不吃了 不吃 不吃 等会儿吧 我们吃完饭了 啊 原来讲话吃完饭 吃吃吃吃吃饭 这大伙巴巴巴巴 那个叮当 那碗吃的叮当的 徐大伟给他旁边瞅 啊 还有黑红就在的一句 就这表情 可算饭吃完了 啊 这时候啊 原来讲话呢 谁谁的事 打电话给他 啊 能找这人不 徐大伟一瞅 啊 这傻瓜吃完饭 跟他哑不讲话 打歌之放屁的 喝的啊 喝的 喝两棒啤酒呢 啊 叭叭的 哎呦 我操 那个 哎 原来呢 是这么回事 你听我跟你说啊 这个欠过钱的 人家是咋个事呢 他在余处吧 这敢耍钱 那个 不用想这事 就谁惹你了 你就你就把电话 打给他就完了 啊 谁谁谁谁 谁欠你钱呢 咋个事啊 你就去找他就完了呗 徐大伟一瞅 不是这靠谱 不是连他妈事都不问呐 小伟言话呢 就是一个小欠我钱 妈的 我找他了 他他不给我 他找找那个哈尔滨 一个道理的一个大哥 给我喝了 叫二安 他去了挺多人 二安谁认识啊 屋里人都瞅瞅 没人认识 打电话 给他打电话 二安 我他妈看他像尿素 打过去 徐大伟瞅瞅 那我打电话 这不电话 888就打给谁了 打给二安 他有二安电话 二安不给他留了吗 那二安这边就接电话了 哎 你好 我是道理二安呢 谁啊 二安 哥们 那个还记得我 不是你谁 我记得你 你干啥的 我余叔的 我叫徐大伟 谁 徐大伟 啊 我知道你了 哥们 你不找去吧 那个雷鹏 要钱的吗 雷铭 对 啊 你不说 这个事找你吗 啊 你不说不给钱吗 你这么能 我现在在哈尔滨 我现在有几个哥们 这个要跟你说两句 啊 你跟他说吧 徐大伟 爸爸电话 递给越南 越南就拿过来了 哈尔滨咋谁 哈尔滨 谁啊 啥意思啊 二岸呢 是二岸 我是啊 不是你谁啊 啊 我谁啊 我南杠 交援男 我谁 谁 谁 我南杠 火车站的交援男 啊 你不二岸吗 道理的二岸吗 二岸一听 我操你们交援男 他照我干几毛啊 啊 这都属于杨老爷 身边的黑白无常了 这比厉害 我知道啊 我是挺猛的 这跟他比不了啊 这不是一个段位的啊 我他妈老流氓的 我也不行 这比不要命 他杀人的 我知道的 不是 越南 老弟 你你你你怎么 别废话 这个叫徐大伟的 是我哥们 我听说咋的呀 啊 你欠了三百万呢 啊 不给呀 你在哪 咱见面来 见面 闹着 不是 我不欠他钱 我欠他啥钱呢 那钱可不是我欠的啊 老弟 你可听我说 那钱呢 是一个叫雷明的 干装潢的 他输给他钱的啊 我没欠他钱 别他妈废话 我找不着雷明 而且你不给交话呢 我听的意思 我就找你要啊 三百啊 你也别三百了 你他妈给四百吧啊 咋的 徐大伟听怎么的 四百了 这叫 这交安男长一个电话 多要一百万 咋啥意思啊 啊 咋这个又挣好处费了 一句话能值一百万 就五年呢 听明白吗 就找你了啊 我他妈找不着那雷明 我就找你啊 你准备四百万吗 你是给我送来 还是我去啊 不是 雷明讲话 这哪跟哪啊 这哥们啊 不是老弟我知道你啊 在南高 我让你玩的好 我知道你 但是老弟啊 我可不欠那小钱 啊 你欠不欠呢 你不帮叫话了吗 啊 不是 我大不了不叫了 就完了呗 老弟 你看这么的行不 他他他他他他雷明啊 他不欠他钱吗 我把雷明找了 你看行不行老弟 啊 咱们可以见面 我把那姓雷的找了 他欠的钱 跟我啥关系 我也不知道咋过事 他那天赶着了我帮他说句话啊 你还行不行兄弟 啊 你能找着那姓雷的 我拿 那姓雷的 他妈都没给我说句话啊 我要知道是提你 那别说别的 提你我都得帮他要这个钱 我还能扯那他呢 啊 有男的 你这么的啊 哥拼你大几岁 换你叫成那个老弟 你看 我把他找了行不行 行 找了行啊 你 我找了不说 我亲手交给你 任何 任何你处置 那行 那你说吧上哪 你站不上 你傍小吃之后 呃 你上我这来 我把他找了啊 你要吃之后吧 我先找他 啊 然后呢 我再道里去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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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 那个那个娱乐城 你知道吧 哎 上了四楼 就是我 我让手下兄弟 我一会接你 行了 一会找你去啊 好嘞 电话八等就料了 元南老师就是 对面啥说 徐大伟听不着 但看元南说话 吊儿浪当的鼻粗 徐大伟讲话 这鼻有点本事啊 那是还是挺硬实的啊 不知道对面咋说的 元南讲话 等他一会儿 一会儿咱们上那个阿去 说姓那个什么 雷的那小欠你钱的 他给整那个阿去 咱找姓雷的那小要呗 徐大伟一听 行 欠你三百 那个哥们我多要一百 然后那个给你拿三百就行吧 行 那能要回来 徐大伟讲话的三百 我给你拿一百都行 行行行 等会儿吧 那这边老铁 这二安把这电话一撂 啊 二安拿电话 就打给这个雷老板了 就欠钱跑路这小了啊 这雷老板呢 改自己家 这个这个 一直也没敢开门的买吗 不是徐大伟的吗 啊 改家 他跟他跟前哪个 他跟那家商场溜的 电话就行了 喂 哎呀 安哥 哈哈哈哈 啊 啥事安哥 那个 那边啊 啊 在哪呢 我在外面 这个 逛商场的跟我媳妇 你别留的了 啊 找你有点好事 你上我这来啊 到我公司来 到我办公室 啊 啥好事 你过来就值得了 给你连点大活 你来吧 啊 那行啊 那那那那那我去啊 哎哎哎 快点的越快越好啊 好好好 电话发灯一撂 刚好手下兄弟 一会儿这个 基本叫 基本李雷的来了啊 给他摁住 别让他跑了 你妈的 他他妈惹叫安南 完了他妈妈 我这个阿水 我这能行吗 那叫安南多他妈猛啊 我太知道了 啊 听说好像就照顾四的 更他妈喊 杀人不眨眼头 那老铁 这边元南呢 他们这就出发了 元南瞅瞅唐立强啊 走吧 立强啊 不管看墙 啊 哑巴少啊 走走走走 大伙拿家伙事 劈了啪啦就往上打 唐立强瞅瞅 你基本就去呗 我发现怎么 我一睡觉 你就基本招呼我办事呢 啊 原来讲话呢 他妈我发现 我一办事 你就睡觉呢 怎么 你赶紧怎么起来 唐立强讲话呢 你可真 你基本怼 行行行 徐大伙又愣了 说这他妈是什么帮派呀 一进入脚丫子 各顶各进村 抠脚丫子 啃猪爪子 不说 打活了放屁 那也不说 啊 又哑巴又傻子的 你说这小弟还骂大哥 啊 这唐立强张嘴 爹嘴 这他妈的 徐大伟兄弟 一个哪个都叫北哥呀 哪个帮派 刘勇的兄弟 也得尊重刘勇啊 对不对 老铁 你这帮派 这他妈谁是大哥 也看不明白呢 这是大哥能行不 你瞅你瞅 你瞅那个 唐立强的小 起来是妈妈 娟男 张军跟娟男 也口口了棒鸡 嘴嘴巴鸡的 心里都没底 他现在他也没底 这不吗 下楼 这不下楼 大伙开车 就往那边去 李雷 但是喝的 接电话 以为啥好事 以为这个二二 给他联系 个什么大伙装修的 二十分钟就到了 马上不一见 哎呀 那个安哥 有啥好事 安哥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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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白手 那边咔咔 门就关上 那呀 大哥这挺热天 没事 那个 一会儿啊 那个谁来 那个 焦原男来 焦原男 他的情况 焦原男 那不是什么 大汉匪 大哥的啥 挺鸡不烈 杀人不大眼 他来干啥 啥意思 他要装黄 装啥黄啊 找你 臭啊 你别开玩笑了 哥 你不欠徐大伟钱吗 徐大伟找焦原男了 一起来 一会儿把你帮走 不是 哥 你可别开玩笑 徐大伟来 一个徐大伟都下 下破打 但是还来个交易 不是 徐大伟 来了 来了 改路上了 一会儿就到了 一会儿你事 你跟他们谈吧 那个 不是 安哥啊 那上一次 我都不跟你摆事 我都给你顶了吗 这事 给你顶了 五十吗 你不帮我了吗 这事 这干啥呀 这是 那个 我有点事 我先走了 哥 你可别开玩笑 吓唬我 哎 几个兄弟一会儿 这是做那样的 不是 二案讲话了 有人说二案不讲的话 社会人 你记住了 都他妈讲的话了 你当啥呢 社会人 他以利益为主 二案讲话了 哎呀 对不住了啊 兄弟 那个徐大伟啊 我跟他不熟悉 但是徐大伟啊 他找的这个叫焦原男的 我俩是好哥们 那焦原男我老弟 关于尬尬的 这没办法呢 躲不过去了 那你欠一钱就给 你就得了呗 不是 安哥 你别开玩笑了 我给你拿五十呢 这是上一次的事 咱都说好了 你帮我吗 我帮你 你上回给我拿那五十万 不上回的事吗 我不帮你了吗 这没有 他不要找我 上回你记得 你咋跟我说的吗 你说 不让徐大伟带你走 我是不是也办到了 那上回 你要不就不找我 徐大伟给你带走了 可能腿给你打十个了 你还得还钱吗 对吧 你那五十万 就管上次的事了 啊 这次是这次 人家这次找焦原男了 人家焦原男是我弟弟 那你看 带徐大伟来了 那这事我能参与了吗 那对不住了兄弟 啊 一会你把钱给人得了 三百万 你不是拿不起 哎呦我去 这老雷都想 他妈骂他妈二安的 但他不敢 二安的兄弟也很 给看着了 这是咋整个 啊 这懵了 也就在这时候 老体啊 时间差不多了 焦原男那边 就到了给徐大伟了 焦原男领了 齐不个兄弟 徐大伟领齐不个兄弟 加一起十五六个人 到楼下了 啊 原男打电话 哎 啊 我到了 几楼啊 哎呀 男哥啊 我下楼接你去 别着急啊 登登登登登登登 跑下楼了 你了 哎呦 好 啊 就好 按摩